有民众日前带着家中的爱犬 来到岩辽海边游玩 但是没有想到才过一天 晚上隔天起床之后 爱犬竟然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在送医之后才发现 狗狗的身上有多处的不明弹孔 而在报案之后 警方已经扩大来整班 小黄狗跟着主人开心的来到花莲游玩 不管是上山下海都记录下美好回忆 但这画面却成了他的最后身影 朱先生日前带着家中爱犬 到岩辽找经营民宿的朋友 但没想到才过一晚隔天起床 爱犬竟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在送医后除了发现狗狗的身上 有多处不明弹孔 照了X光 更是确定有遭疑似BB弹或钢珠的义无入侵 就觉得那个伤口小得有点奇怪 就是额头额头有一个伤口 那侧腹有一个伤口 自己的预测可能是子弹去造成的一个枪伤 回到事发现场附近的露宿也留下疑似弹孔痕 警方怀疑有恶意射杀动物的枪手已经左手揭入调查 但就怕有小动物再受波及 市主也将爱犬的遗体送往动植物防疫所报案 法第六条的部分 是动物死亡的话 那就是可以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然后病科就是20万到200万的罚金 那如果说今天他不只是只争对一只动物 而只复数动物死亡的部分的话 他的罚者就更重了 沿流地区陆续出现有犬猫死亡 引起当地警民关注 希望能尽早揪出残忍杀兽 遏制杀害动物的歪风 记者收封箱综合报导